近日由张鲁依王子文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第二次也很美》正在咪咕视频热播中 剧中王子文和张鲁依组成的安朗CP凭借着花式田队互动圈粉无数 特别是随着冷面律师徐朗逐渐萌化 开启耿直撩妹模式也让无数网友们直呼想嫁 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说说这位戏里戏外都有着反差萌的演员张鲁依吧 说到张鲁依 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演技精湛的实力派演员 而他也凭借扎实的演技在众多年代剧中游刃有余的诠释着各种角色 无论是电视剧《红色》中的徐天 还是电视剧《麻雀》中的笔中良 又或者是《爱国者》中的总烟桥 他都刻画得十分生动 即便是偶尔画风突变 也顶多是跑到他来了紧闭眼中 演个变态杀人魔 或是在《央猫传》中半个霸气的唐玄宗 大多时候剧中角色都是高冷又神秘 但近日张鲁依在《第二次也很美》中 却一改往日高冷荧幕形象 挑战毒蛇律师徐朗也依旧惊艳了大众 剧中有着上海德古拉之称的张鲁依口才可以说相当了得 在职场上无往不利 可生活中身为单身爸爸的他 不仅对付不了自己的女儿 还被二次元猛妈王子文搞得头大 而随着剧情发展 他也贡献出了一系列画风独特的直男式撩妹方法 从最初冤家路窄式的相识开始 张鲁依饰演的徐朗和王子文饰演的安安 就开启了一段相爱相杀的缘分 一开始张鲁依怼起王子文 那可是毫不手软 对于这样的日常怼 他还有着一套有理有据的完美说辞 自此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徐怼怼 哈哈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我酒品好得很好吧 哈哈哈哈酒品超好 笑死我了吧 不过 正所谓虐妻一时爽 追妻火葬场 随着两人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与挫折后 重新认识了王子文饰演的安安美好一面 徐朗也逐渐爱上了安安 于是 曾经的许堆堆逐渐进入恋爱状态 开启了直男式辽媚 什么隔着玻璃窗 用对讲机舔告白啊 蹲下给安安穿鞋啊 看自家媳妇 打交求亲亲时 深情回闻等等 简直点到爆表 只不过 偶尔也会出现毫无求生欲的情况 比如给安安挑高跟鞋时 直言及个子矮 叫醒服务 是冰咖啡动脸等等 各种风趣暖心又浪漫的画风 和往日大家印象中的张鲁依 形成极大反差 但他依旧凭借超强演技 精准还原了人物身上 每一次情感状态的转化 对徐朗前后反差的形象 便拿捏得恰到好处 也难怪会俘获无数女性观众的心 想知道接下来许堆队 和二次元萌妈之间 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想知道张鲁依的摇气大法 还有哪些吗 那就继续锁定 迷宮视频电视剧频道 正在热播的第二次 也很美 一起追剧吧 迷宮视频 独家策划 迷宮视频道